我今天的心愿是学会做一道菜 好的 你心想做哪道菜 做带鱼 做带鱼 你喜欢吃带鱼 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愿呢 这个心愿很好实现 一是因为姑姑 自从奶奶去年去病逝以后 一直是姑姑来照顾我 帮我洗衣做饭 还接我送我上下学 我觉得姑姑特别累 然后想学会做菜做饭以后呢 可以帮她捡找一些家务 让她轻松一点 那为什么偏偏是带鱼呢 姑姑喜欢吃带鱼啊 不是 谁喜欢吃 我喜欢吃 那你就是为了自己你这心愿 其实我和她 我和带鱼还有一段小故事 那你说说有什么故事 就是我在我很小的时候 奶奶照顾我 然后就是有一天特别想吃带鱼 然后奶奶就是去跑了市场 当时鱼价特别贵 然后就买了一条 那一条就是17元钱 那会儿家里特困难 对 平时都吃什么 平时都不吃荤是吧 对 那后来还是给你买了 买了 好吃吗 好吃 奶奶吃了没有啊 没有 那条鱼你一个人全吃了 你也不省点心给奶奶吃点 当时我还不懂事 就是一心想吃带鱼 然后 所以你这个心愿想做带鱼 是做给自己吃 做给姑姑和爸爸吃 小孩认为他喜欢吃的 大人应该也喜欢吃 是这么想的吧 你怎么又哭了呀 想起奶奶了 那平时你们家是你做饭吗 对 姑姑做的饭好吃吗 好吃 那奶奶呢 奶奶做的饭也好吃 奶奶的饭菜是一种什么味道 家的味道 那姑姑做的饭菜是什么味道 也是一种家的味道 这条带鱼虽然只是你的一个心愿 是你希望你能像姑姑和奶奶 给你家的感觉一样 将来也能够给他们家的感觉 是这个意思吧 是 对吧 你下锅厨没有 那也就是说将来你下锅的第一道菜 做带鱼 给他们俩吃 今天的心愿很有意思 今天的心愿看似很容易实现 其实是一个孩子 对于将来的一种寄托 你们谁会做带鱼 刚才一讲到这个 关于这个家的味道的时候 真的是我心里面 就是特别感慨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练家的人 因为我最难忘的就是 我的母亲炒的这个土豆丝 一种独特的一种方法 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吃 都吃不吃这种味道的感觉 这其实就是一种家的味道 其实和尚一上来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特别深 就是特别有灵气的一个小姑娘 我认为你以后肯定会很幸福的 我认为你是一个 非常自信的一个女孩子 我们熊九集团 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 就是叔叔在这里给你保证 以后你长大了 如果说需要叔叔在这里来工作的 没有问题 随时随时可以找我 人家只要带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说带鱼 叔叔也会教你做 在这里我也会 今天也表达了一个心意 因为我非常感动 就是你这种情意 这种家的感觉就是 勾起了我很多的内心的东西 资助你五千块钱 我希望你们 这个家的味道越来越浓 把这种温情的这种方式 传递给更多的人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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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深深刚上台的时候呢 我完全感受不到你是一个有残疾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完全和正常的儿童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很投缘 就如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说的 你很有灵气 虽然今天你的心愿就是一个小小的 可能通过这样一套菜 然后来表达一种感恩之情也好 或者表达一种你对姑姑这多年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一种疼爱的一种回馈 阿姨今天就是真的是被你感动了 我觉得要向你学习 能够时时刻刻不忘家 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如此 阿姨代表虽然创意呢 愿意出资三千块钱 然后呢 希望你能够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学习用品 祝福你 谢谢阿姨 红山 你知道你有多幸福吗 从我刚才第一句听你说话到现在 你不光像常人一样 而且非常大方 非常有礼貌 特别棒的孩子 这个后面一定是 有太多你的姑姑 奶奶 爸爸 你的姐姐和妹妹对你的帮助和爱 所以我想跟你有一个约定 你下一个假期 无论是寒假还是暑假 我邀请你来北京 我一定带你好好的玩一次北京 好吗 好 谢谢 我希望你能记住一点啊 就是你现在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那么幸福 那么快乐 能保持这个家的完整的 其实是你姑姑 你姑姑让你这个家特别完整 而且呢 还有两个姐妹的陪伴 就更像一个很欢乐的大家庭 其实我更希望你呢 未来呢 在学业上呢 真有所成 因为我觉得你很聪明 那我们梅尔木眼科呢 能做的事情啊 就是因为你小孩最容易近视眼 我希望你呢 每年能来做一次眼科的 眼科的全面的体检 这个呢 我来给你建立一个眼睛的健康档案 这样呢 我确保你的眼睛呢 一直那么好 好不好 好 谢谢叔叔 侯山有一定的自信 和对新鲜事物的好奇 包括他上场的时候 眼神到处看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虽然母亲走了 但是姑姑给了你 更多的生活照顾 甚至给了你生活更好的方向 行 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好 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再见 叔叔再见 再见 再见 叔叔再见 啊 再见 再见